另外来看到46年前的汉市一位这个邮差涉水送信训职 那么去年是在徐雪玉议员的协助之下 获得了花莲县政府各单位的重视 而在15号上午呢县府市跟当地的村长共同来会刊 那么决议先将土地所有单位进行了解 再行后续土地拨用设立纪念碑 让来到193县上旅游的游客 都能够了解有这段历史事件 为了让大家了解到46年前的邮差涉水送信训职汉市 在议员徐雪玉的协助之下 终于获得了花莲县政府各单位的重视 15号上午县政府建设处图木科 明镇处 寿风乡公所 越美米站两村的村长 共同会看之后 也决议先将土地所有单位进行了解 再行后续土地拨用设立纪念碑之用 将此历史事件告诉来到193县上的游客了解 今天来也是来了解这个土地 那如果土地这个是国产署的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民政处 询问到国产署去寻求同意之后呢 那我想我们来筹筹经费呢 能够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石碑 包括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告示牌 那我们一并来做一个处理 那我想我们后面的这个观景台呢 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用路人 还有我们自行车的这些人都能够到了这个地方呢 能够休息下来 观赏一下我们夜美 还有寿风乡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美景 也能够让外来的观光客能够了解 我们现在要立的这个石碑呢 是因为当初呢 是交通非常非常不便的一个同时呢 那我们的邮政的人员呢 也因为要把所有的外来的寄来的信呢 能够交由我们民众的手中 那把它的事迹呢 也让我们呢 外来的观光客也好 我们当地的居民 也能够后备的都能够了解说 我们早期的邮政人员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越美村长表示 早年交通不便 当地居民都必须涉水而过 才能够到对岸的寿风市区 购买民生必需品 在泄水暴涨时经常发生憾事 而能够将此事件 以纪念碑形态来 让游客了解当地的历史发展 对越美以及米站两村 是相当好的历史典故 在会看之后 花莲先政府建设处人员 也将会积极了解 会看地点 土地之选属 再进行后续的纪念碑 设立行政程序 来完成当地村民的期待 还能够让此事件 为游客了解到 花莲西早期发展不变的 交通历史典故 也能够让后人缅怀 有无事的经验精神 记者林杰 寿峰采访报道